早安 今天是12月6日星期四的早上 隔夜沒有美股 不過美股期貨今早突然向下 拖累恆生指數顯著下跌 開市時已跌了五百多點 現在落到26,200點左右的水平 跌了超過五百點 市況進一步轉差的情況 憂慮中美貿易戰的結果 美方單方面公佈了很多中國的讓步協議 市場有點擔心 同時釋口到掛 亦成為市場造淡的借口 恆生指數特別要關注一個 叫做雙底項線水平 26,500點已經失手 如果這個位置持續失手的話 確實是有可能出現一個 聲勢突破圓結 以及轉彎向下的格局 所以 26,500點失手 投資者真的要盡量減持 昨天減了之後 今天還有機會進一步減持 於起厚史震倒 神聶